题目如果要求什么名称 你们就照那个名称JVA 如果是JVA的话 你就JVA01 这边把他履内一下 这样的话呢 才完成我们的那个考试的最重要流程 因为如果你是动作做错的话 基本上他就 如果你没有call过来 还在你的桌面上 很抱歉 你做的等于白做了 好 第二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没有call过来的话 你有call过来 可是名称没有改的话 很抱歉 可能 那个 也没有分数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题目 或者你名称错误 很抱歉 他也算你没有做正确作答 可能会扣分 或者是说甚至不给你分数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这个是考试流程注意事项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练习看看 就是在你的 C碟底下 建立一个那个 NS 你CSF 里面有两个资料价 把它call过来就可以 那有两题 第一题跟第二题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这一题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方法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好 像这个07 你除了用那个补零之外 在那个 我们Jama里面有个类别 叫dicimal format 你也可以用format dicimal format 他也可以格式化 自动补零 不过可能就比较麻烦你 dicimal format 大概就要imput一个类别 OK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2 102 102这一题 102这一题的话 各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显示时间而已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来